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难点 那么我们现在先给大家介绍的是 CSS第二个版本中的一些选择器 实际上也就是咱们CSS中的一些基本的一些选择器 等咱们学到了CSS3第三个版本的CSS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的选择器有了更多的扩展 我们在写选择器的时候 实际上也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不过我们现在先来学习学习咱们的基本的选择器 我们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到底都有哪些基本的选择器 首先先是全局选择器 全局选择器也叫做通佩服选择器 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它的选择器的名称就是一个信号 第二种叫做标签选择器 或者叫做元素选择器 它在写咱们的选择器的时候 选择器的选择器对象 其实就是那个元素标签的名称 第三种叫做类选择器 类选择器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选择器对象 或者说选择器名称前面的有一个点 第四种叫做ID选择器 它的特点就是在选择器前面 具有一个警号 那么第五种叫做群组选择器 也就是选择器和选择器对象之间 使用一个逗号进行分隔 第六种后代选择器 也叫做包含选择器 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选择器之间 使用空格而进行分隔 第七种叫做子代选择器 也就是各个选择器对象之间 使用的是一个大语号进行分隔 伪类选择器就是出现的一个标志符 就是一个冒号 属性选择器最大的一个特点 是中括号 相邻选择器各个选择器名称之间 使用的是加号 通用兄弟选择器 是在各个选择器名称 或者选择器对象之间 使用的是一个波浪线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逐个的给大家来介绍 这几种选择器 并且给大家来写一些案例 让大家能够把这个重要的知识点 能尽量的能够在今天理解透彻 那么首先先来说一下全局选择器 全局选择器呢 是设置所有标签 使用同一种样式的时候 使用的一种选择器 它是用信号键来进行表示 那么比如说 咱们使用的是一个信号键 然后呢 花括号 里头一般咱们的通配服选择器 或者说是全局选择器里头呢 主要设置也就是设置它的 margin值和padding值 那么什么是margin 什么是padding 咱们在后续的课程中 讲解到CSS核模型的时候 会给大家详细的进行讲解 那么等会儿大家 先来看一看例子 你大概先有一个大致的印象 好 现在呢咱们先来回到HBuilder中 右击新建 新建一个HTML文件 那么咱们这个例子呢 准备带着大家来学习的是 CSS选择器 那我先把名称先写好 点击完成 那么在title中也写上 咱们这个例子是练习CSS选择器 其实呢主要是先练习一些最基本的一些选择器 那么首先我在这个例子中呢 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标签 之前我们上节课介绍过的一个标签呢 叫做UL标签 咱们使用UL 选择UL下块线LI 那么这个呢叫做 无序列表 无序列表呢 可以给咱们产生出来一些列表格式 那么接下来呢我在这个例子中呢 写上利用Ctrl Shift加R键进行复制 我复制四行 分别在这里头写上 一二三四 好 现在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大体的一个效果 我把它切换到边改边看模式 咱们能够看到的是一二三四 前面呢有一个小点 这么一个样子 那么接下来呢来写一些样式 事实上呢咱们在实际开发中呢 都是使用的是外链式样式表 那么为了咱们的开 为了咱们讲解课程方便呢 我使用的是一种内嵌式样式表 但是在实际开发中记着啊 要把这种内嵌式的方式 要独立成一个独立的CSS文件 采用外链的方式把它再链接过来 那么咱们这里头只是为了讲解方便 为了能够将样式以及咱们的结构 能够在一起进行展示 要不然的话几个文件来回的切换 很容易让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一些混淆 没必要 那么接下来呢 我呢给这个UL增加上一个边框 UL增加边框 Border是设置边框 那么咱们上节课也已经跟大家说了 设置边框的时候呢 首先先选择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边框类型 我是一个实心的边框 第二个呢就设置是它的颜色 咱们既可以使用16正静置写法呢 也可以使用这种关键字的这种写法 接下来第三个是使用是这个边框的粗度 好 实际上这三个之间的顺序可以进行颠倒 好 那么大家都能看到我们对于这个UL呢 有一个外边框呢 是一个红色的一个像素 那么接下来呢 我把它使用一个大的浏览器打开 那么大家现在能够看到 现在咱们这个UL啊 它上边有一定的边界 左边呢也有一定的缝隙 上面的缝隙和左边的缝隙怎么来的 再来看右侧的缝隙 右侧也有一定的缝隙 那么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对于不同的浏览器呢 而且它的这个缝隙的大小还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怎么样去避免这些不应该的 自己出现的这些默认的缝隙呢 实际上咱们往往的做法 等到后期学到盒子模型的时候呢 咱们自己可以设置这个缝隙的大小 但是如何让它默认的缝隙给去掉呢 咱们接下来呢就要用到一个叫做通配符选择器 通配符选择器呢就是用警号 往往里头呢就是写上padding为0 以及margin为0 咱们等到下节课的时候 等到后续的课程 咱们再给大家来讲解 什么叫做padding 什么叫做margin 实际上如果不学习咱们的CSS盒子模型的话 咱们是不太好理解这个概念的 好接下来我利用control shift加f 做一下自动的排版好了 那么此时再来看一下 打开浏览器 刷新 大家就能看到 咱们上侧以及左侧以及右侧的缝隙 实际上就看不见了 一般情况下 咱们的通配符选择器呢 主要就是设置让默认的浏览器产生的这些编具 让它清空 那么在这里头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如果咱们要是使用的这个值啊为0 后续可以不加咱们的像素作为单位 如果你的这个值它不是0 只要是大于1以上 那么咱们一定要加上px 也就是像素作为它的单位 只有是0的时候才可以省略不写 好 那么大家首先先记住 通配符选择器往往就是设置这个的 当然了在某些情况下 如果我要是想给整个页面 设置一个固定的自己大小 那么我也可能是在通配符选择器里头 设置font size 但是一般来说都是设置这两个值 好 那接下来呢 咱们就来介绍下一种选择器 下一种选择器 实际上咱们在上节课 以及刚才都已经用过了 这个呢叫做标签选择器 它是将咱们的元素标签 作为咱们的这个选择器对象的名称的 那么比如说p标签里头设置了颜色为红色 那么它前面这个选择器的名称呢 就是咱们的元素的名称 好 那么像刚才这个例子呢 咱们给ul设置了一个外边框 那么如果我这个例子啊 如果我这个例子 我有三个ul 我现在利用ctrl shift加2 我如果要有三个ul 那么我接下来为了让大家区分出来呢 我分别给这个起上不同的内容 第一个呢叫做1234 第二个叫做abcd的大写 第三个呢我是abcd的小写 那么大家现在来看一下 我现在使用了三个ul 那么我给ul设置了一个红色的边框 那么这三个实际上在这块 通通都生效了 那么接下来呢 本节课咱们再来学习一个这个东西 margin 我在这块呢设置一个十个像素 好 我点击保存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实际上呢就会发现 咱们的所有的这些盒子跟周围呢 都有一定的缝隙了 实际上这个margin呢 咱们在下 就是在明天的课程中呢 咱们会重点给大家来讲解盒子模型 这个叫做外边距 外边距 那么除了这个外边距以外呢 咱们还有一个呢叫做内前冲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下效果 我也设置一个十个像素 好 大家就能够看到 实际上这个margin值呢 是让咱们的这个盒子跟外边有一定距离 我现在打开这块来让大家来看 实际上呢 刚才的这个外边距呢 是让咱们的这个DIV 也就让咱们这个红色的边框呢 跟周围有一定的缝隙 但是这个padding值呢 是让咱们的内容物 跟咱们的这个外边框呢 有一定的内前冲 就是在往里头进行缩近 有一定的缝隙 咱们等到明天的时候 会着重给大家来进行讲解 好 那么我如果现在啊 设置的是UL 那么它就会对这三个UL 通通都能够生效 那么接下来呢 我希望的是 能让第一个第二个 它的宽度为500 第三个为宽度为800 那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设置呢 这个时候呢 告诉大家 咱们就要使用了下一种选择器了 这种呢叫做元素 这种叫做元素选择器 或者叫做标签选择器 那么如果真的想做出来 想对于某几个的样式 进行独立的设置 那么就要用到 接下来我们要学的 类选择器 以及ID选择器 那么咱们先来说一下类选择器 它用来为一系列的标签 定义相同的样式 也就说 这些标签呢 具有这一类样式 那么它在写法的时候呢 它就得在这个名称 你起个名称 名称前面呢 要加上一个小点 那么还有一种呢 叫做ID选择器 ID选择器呢 ID实际上就指的 就像咱们的身份证编号 全国都是绝对独一无二的 而ID它的英文 identify 标识标记 必须要在当前一个页面中 只能出现一次 也就是ID要保证 它在当前这个页面中的 独一无二性 那么class不是 这个类呢 也叫做class选择器 英文我给大家加上 实际上它就叫做class选择器 那么这个class选择器 和ID选择器的最大的不同 是ID保证独一无二 class要保证它在一个页面中 要反复的多次使用 才用class才有意义 好 那么接下来按照刚才咱们说的 那么我要想实现 让第一个和第二个 是500个像素宽 第三个呢 是800个像素宽 那么我一定要给它设置id 或者设置class 在这里头呢 我设置id 我给第一个呢 来起个名字 我叫做ul-1 下滑线1 那么到底如何来命名呢 等咱们第四节课的时候呢 会专门给大家来讲解 咱们的选择器的命名 好 第一个呢 我给起了一个id 叫做ul-1 第二个呢 我叫做ul-2 第三个呢 我起一个叫做ul-3 那么记住id一定是独一五二性的 那么我要是想设置第一个第二个 它们的宽度的时候 咱们就这么来设置 用的时候呢 就这样 使用ul-1 大家来看 感知都已经感知出来了 ul-1 它的宽度为 刚才咱们说了 定义成500个宽度 好 500像素 必须要加上单位 那么第一个和第二个 都是500 把它改成500 那么第三个呢 咱们是800 好 接下来回到咱们的浏览器中 那么为什么这块没有发生改变 实际上这块呢 因为显示的宽度太窄了 咱们看不出来它们的区别 好 接下来咱们来刷新 大家就能看到 第一个 第二个是500个宽 第三个呢 是800个像素宽 好 那么大家接下来能够看到 如果我们要是这么来写的话 第一个宽500 第二个宽500 大家有没有发觉 这块的代码 是明明是一样子的 我们有 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 第一种 第二种 共同的代码 怎么把它合在一起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下面一种选择器 这种选择器呢 叫做ID选择器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来看一看 下面一种选择器 叫做群组选择器 群组选择器 它的语法呢 就是将多个选择器之间 使用一个英文的逗号进行分割 那么 它们就可以实现 共同的这个花括号中的样式 那么我们来实验一下 我们现在呢 不这么来写 我们采用 逗号来隔开 UL第一个 以及UL-第二个 我都是500个宽 那么接下来我看一看 我把这个给它删掉 现在我来保存 此时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第二个 实际上可刚才的效果是一样子的 那么如果看得不清的话 我们打开这个大的浏览器 我们来刷新 依然还是第一个和第二个是500个宽 第三个呢是800个宽 所以呢 这种选择器叫做群组选择器 也就是说 它们具有共同的样式的时候 我们没必要把它写N份 这样的话 代码就可以得到一个重用性了 咱们把共同的代码 通过这种群组选择器的方式 写到一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